他们讲就说这个有一个上海人 就说上海人大家传统的偏见是是请人吃饭就小气吧 结果这个上海人就说说我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人请客 多小气 他讲他说我到日本一去日本同事就要请我吃饭 非常隆重的就是一定要请您吃饭 他说这个请有时候提前几个星期就开始约 他说最后呢我终于去了一个就约了几次才约成的饭局 他说结果一去了之后呢 他说他就是请我吃日本拉面 是不是这么隆重约了半天 最后就是一个拉面 我有一个纪录片同行叫康建宁 大世纪的一个同行 他有一个节目叫阴阳 是在日本做的后期剪辑 待了一个月 回来就一定要让我请他吃饭 吃好多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吃 他说我在日本待了一个月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日餐的特点你不知道啊 我说日餐特点挺好的健康啊 而且呢很新鲜 他不是 日餐最大的特点三个字 不走菜 真是 还真是 所以就说他们日本人 而且说人家吃饭还有很多规矩 比如说都是在自己的碟子里 就好比比如说啊 这一碟上来几个虾 是按照咱们四个人 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不吃啊 你必须声明 我不吃让给你 要不然没人染指 对 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说呢 说日本人到上海就麻烦了 就是说中国人一请吃饭 那是只怕不够啊 但是日本人的有一种礼貌 就是客人给你安排的 必须得吃完 所以一个家菜 这日本人每次都吃一堵 然后又给中国人出来 其实那是对食物的一种尊重 就是上的菜必须把它吃光 他才会觉得 我请客请到位了 这个东西好吃 如果你都剩在那里 他会觉得 我请的东西没请好 不好吃 所以日本首先是对 对于各种的节约 特别是对于这种食材的节约 一定他做出来 你别看就是个白白的 没什么颜色 没什么味道 他要吃的就是那个鱼的 那个本身的原味 所以日本人把眼睛蒙了以后 放了各种的生鱼片 他知道这是什么鱼 中国人吃不出来的 它变味非常细腻 对 就是那种细小的东西 每一种鱼不同的味道 它吃到原汁原味 所以它只有一点小酱油 一个芥末 对吧 然后你可以把它的原东西生 像我们那些料理 全是这种东西放到里面 那个佐料放到里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那你刚才说吃鱼 实际上鱼生这种东西 那最早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对我们在学家上的中国 那这个是日本人也是承认的 就是我们的快 快制人口的快 就是我们现在在广东 比如说广西 就是顺德 就是顺德 恒县 我们都能吃到这种鱼生 那么我们的鱼生用 还不用海鱼 中国古代的人觉得海鱼不好吃 苏氏 苏东坡发配到 这个海南的丹州 还专门写诗 挤着这个海南的鱼 没有它四川老家的鱼好吃 就是 它是吃河鱼 那个鱼生吃河鱼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杀菌的方法 比如说鱼首先要新鲜 然后呢 要淋一些醋啊油啊 这样的东西 到了唐朝呢 又给它加上了五彩的 各种各样的丝 现在你吃到的顺德鱼生 就实际上是 大致就是唐朝的这种隔制 但是传到日本之后呢 它们就慢慢的 还是翻谱归真 就是汉代之前的 这种鱼生的感觉 就会更突出一些 到现在就基本上 就只有鱼 你看 就说对这个食物 就说变味可以这么细腻 方舟你觉得是这样吗 没有 就首先我就是 首先我对吃 真的就是没有那么讲究 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就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不舍得花钱嘛 刚说那个琴克小琴 我小时候不舍得花钱 然后我妈每天早上给我 两块钱的这个吃早饭的钱 我就从来都 两块钱 对然后我就从来都不花 然后就撞在包里 然后但是早上还是饿嘛 小学又长身体 然后所以我就在地上捡东西吃 就在教室的地上捡东西吃 天哪 同学有什么吃剩的零食啊 然后什么有什么尺子啊 我也就在橡皮啊在嘴里削一削 怎么可能啊 你这么年轻是过这日子吗 太尴尬了 我就没有我就是饿嘛 因为实在是饿 而且我攒了钱我也不花 我只是为了展示给我妈说 妈你看我多乖 所以我虽然包里有两百块钱 但是我还是在地上捡东西吃 然后那个削尺子 嚼香皮 后来真的是有一次到 已经长到小学五年级了 其实已经是一个少女了 然后有一次在地上 吃到别人吃剩的枣糊 我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 然后就停止了这种 吃百家饭的行为 所以我真的对吃是特别 你真是了解人间疾苦 我真想不到 现在看着干干净净的是吧 对我们呢 基本上没饿过肚子 但是我就有一回 是自己折磨自己 我能体会到食物的这个珍贵 我记得是啊 叫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初恋 就是就失恋 你知道这个年轻人 他有一种自虐 就是尤其是第一次失恋了 失恋了 然后呢 就是其实是故意 自己折磨自己 你知道吗 就八十块钱 寒假不回家 然后我那次完成了一次长征 就是从湖北西部 土家族苗族自治区 恩师往下走啊 一直走到张家界 走 当时张家界还没开发 大庸 对 走到沈从文的家乡 也走到淮华 在大山里这么走啊 八十块钱早花光了 就住在土家族人的这个家里 然后我就记得 其实是一种年轻人啊 好像是失恋了就要折磨自己一样 我就记得 我买了这个 一个几个饼 一天就吃一个饼 那天呢 我是搭上了一辆大轿子车 所以那个时候 大轿子车坐满了一个香港来的旅游团 我坐在 因为我是大人家车 我坐在最后座 然后就是就剩下 今天我就这一个饼啊 一个面饼啊 我拿到嘴边 舌头都舔着了 那大轿车在盘山公路上 刚当一下 哎呦 你这 我就知道 这个人间的很多就冷暖的 我就想怎么办 这是我今天这一个饼 然后我就开始 帮你聊在这儿 看 看 我说捡不捡 那一车都是人啊 最后 哎 食物 这个你算 我那次就体会到了 那种灾民的感觉 就是我终于开始 就是 趴下了 就是 从那个座位底下 就钻过去 正要拿这个饼的时候 香港那个旅游团 那时候穿的耐克旅游鞋 夸一脚 哎呦 太惨了 哎呦 我就那个 因为我趴在座位底下的 我又产生了第二次的犹豫 拿 可是不拿 哎呀 最后我发现还是屈辱的 脚底下 拿了出来 那个时候我了解人生了 所以说不喜欢这种男的 就点菜点的少的男的吧 就是因为小时候 这种吃人家吃剩的东西的记忆 我觉得 男的只有一种饭桌上 男的我不能 两种吧 一种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只点两盘凉菜 两个人分 这种我不喜欢 还有一种我有个朋友情商特别低 就是他比如他特别爱吃油闷茜子 然后呢 他请他这个老 他请他女 当时已经是老婆了 还有老婆的父母 还有老婆的亲戚 一共七个人吃饭 他就点了七个油闷茜子 就是这种我觉得有点自私 其他的我觉得 只要给我吃的你知道就是好男人 这个有测试的 这个有测试的 就比如说这个男的请你吃饭 你们两个人 他点了两个菜 他点了四个菜 和他点了一大桌子菜 哪个得分最高的在你看来 我觉得是点了一大桌子菜 然后呢 但是最后会把这个东西吃不完的都打包回去的男的 打包 对打包还有一个测试 就是说一个呢 是这个问你要不要打包 第二个呢 是打包给你带走 第三个呢 是打包自己带走 哪个得分高 打包了给我带走吧 就问都不用问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那个小动作的 就是说A是挠头 B是撸鼻子 C是撸袖子 哪个打分高 哪个打分高啊 撸袖子啊 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是这样的 你知道 就是吃饭的也是这样 所以撸袖子就还挺可爱的 所以那包括吃饭的时候的这个仪态 一种呢是这个放松式的 对吧 胸前也会粘一些东西 然后二种呢是谨慎式的 就是上身坐直 微微前轻 对吧 这两种哪种更讨好 都可以 只有一种我不能接受 就是说来一张嘴 啊我喂你 就只有这种 有这个吗 有啊 有啊 就是相亲啊 就是遇我啊 相亲的时候就这样 就 这太生梦了 对啊 暴力相亲 就觉得会撩嘛 就觉得哎呀 你看我会不会撩的 一张嘴 就只有这种我不能忍 其他你说吃的满身都是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就除了你需要体检一下 看有没有早期帕金森以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 没什么问题啊 那基本上都是蛮饱 对 中国人的热情啊 喜欢跟人家加菜 那我是最讨厌人家跟我加 因为我吃的很少 你跟我加一碟 我不吃吗 又不好意思 而且那筷子呢 当然现在有些用公筷和勺子 特别是自己的筷子 当一下第一个 哎 想不吃 哎呦 这个我很难接受 真的 这都是因为中国人过去物质不丰富 包括请客请吃的多 就是比方说我们老家一定是盘子和碗 是那个碟子和盘子是两种东西 所谓的碟子是平的 盘子是稍微有点弧度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 如果请客的时候先上的是碟炒碟 炒碟是盘子带点汤子 盘子一律不许撤 还在上面再落一层 然后在这个各个盘子的交接处再落碗 这是顶级的客气 这是我心特别特别沉 这是物质汇乏造成的 地烟这些劝酒 这都是 就是他酒不够喝我都给你喝了 这都是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是 传统的 跟历史相关 还有一个说是这个买单的 就是说这个一要买单的时候 这男的请你吃饭 一要买单的时候 先问服务员店里有什么活动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要发票 第三个是这个不要发票 也不会活动直接买了 哪个印象最好 直接买了 我觉得男人说不要发票的那一瞬间是最帅的 对 你不觉得他不会过日子吗 你将来你要相亲呢 你找的 这样的男的 那不是浪费 这个相亲的为什么要报箱呢 对啊 这怎么怪呢 我觉得这吧设计准备抢脚 对 对 不设计准备羊毛 这太奇怪了 对 还有一个点菜 这个小青按说学问最大 不过小青坊间我是听说过 说他有的时候点菜 都已经到什么程度 一进这个饭店 就是绕着别人的餐桌走 这个 这个 那个 这是最便捷的 不礼貌 但是这是最便捷的 你会问别人说好不好吃 重复率最高的 基本上是好吃的 就是各桌都有的 各桌 每桌必点的一个 那肯定是 这个好 这个好注意 这个肯定是最拿手的 是因为一个厨师 说老实话 他一辈子做的菜 最拿手的就那几样 你是怎么点的 让大家满意啊 一般呢 我会 首先呢 我会 第一个层面 我会点 这个层次不同的菜 就是 就是所谓的 冷 凉菜 这个热菜 烧菜 肉菜 这个我会把它区分开 第二个呢 就是我说的 我的能力 就是能够发现 这家饭店 好吃的菜在哪 或者说 他拿手的菜在哪 你很难问服务员 你给我推荐一个菜 服务员如果不是 特别熟的话 就跟你 像拔棒 对 像拔棒 龙虾 我们 怎么贵怎么来 我们店做的鲍鱼最好 基本上都是 那你就实际上是 没有意义的信息 那我会 一个是我刚才这样的 就是选样 就是看 各桌 点的菜最多的 这肯定是最好的 第二个呢 我会问 最近刚进了什么 新鲜的东西 他会说 我一看那个菜价 又不是特别高 这一般的 会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呢 就要从菜单上下功夫 拿起一个菜单 就像 拿起 要卖过一个陷阱 卖过一个陷阱 一个菜单 一个陷阱 我不知道 我跟您说的 您有没有这个体验 一般的菜单 加黑加粗 印的 大幅放在前面 放在首页的 相当于新闻联播头条的 就直接翻过去 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中缝 所谓的中缝就是 它 它有一些潜伏的菜 就是你来的熟客 都会点这道菜 你也不用看菜单 看菜单的是 对这个店不熟悉的人 他会用很小的字 在一个边缘给印 所以我把它叫做潜伏菜 是潜伏 这真是好菜 它为什么要印得 那么潜伏呢 因为 我拉你来做回头课 比方说 我很喜欢去一家湖南馆子 我就不说名字了 省得给他打广告 他 小过的 他有三道菜 一道是就是干锅茶树菇 一道是叫香脂驴 还有一道叫 是淮阳菜 就是狮子头 他的狮子头 十八块钱 一个大狮子头 那真是成本价 就是喜欢来的 喜欢他家的客人 知道他有这个菜 那就点这三个菜 我们四个人吃 这是肯定够了 再点一个青菜 或者一个汤 我们一顿饭就吃完了 一结算 110块钱 这个饭店要亏死的 对 他指望你点了这个菜之后 再有一些酒水 再有一些点一些其他的菜 所以他就要把它写在旁边 写在旁边 一般的人 不会注意到那个小字的 但是遇到我这样的 特别鸡贼的人 家插图子 我都不看 我是个成年人 不看插画 只看这个字 发现里边有 这个小青是入道了 我现在都跟他学习 你不说他研究这个菜单 研究出学问 甚至援引欧美的 就是说外国有人研究 就是你看美国的 他们研究很多菜单 就是说 长 是一个指标 据说就是说多一个字母 就价钱就多十八美分 对 一般的一个贵的菜 比便宜菜多 一般的都会多半面语言 就是多 实际上就多了三个字母 就给这个菜起名字 都要起的 还有一个是就说 标明这个原料的来源地 对 这也是一招 就是说 比如说就说 比较长的 叫什么呢 我现在在你的文章里 什么安格斯牛肉 对 安格斯草寺牛肉 对 叫念青唐古拉山 安多牧场 五年草寺牛肉 那你看 哇 这个不得了 太想吃了 你会有占有欲 对 因为它唯一性 标得越清楚 你会越有占有欲 稀少性 或者几年 只有这么一只头 还有呢 就是要有外来语 标明公益 现在很多 美国的高档的餐厅都会有一些 阿拉伯语啊 日语啊 的音译 嗯 嗯 这个就 你会天然觉得 这个是 异域风情 喂 哎 小木学点了吗 哈哈 在日本啊 那个有个叫牛杖 牛杖西藏的杖 牛牛杖 牛杖 就是它每一天的牛肉 是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地方养的 嗯 然后呢 有男的女的 就是 她一个星期 七个人在那里摆着 七个人的头像 今天是吃这个人的 吃这个人 然后那个 各种各样的牛肉 全摆出来 那那个时候 你必须要喝酒 那不是说只是吃菜 像中国的 老像中国的餐馆 可以自己太久 这简直是 太不尊重人家餐馆了 人家那是成本钱 对不对 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一种习惯 中国餐馆和外国餐馆 最大的习惯 对 好的牛肉 好多服务 它不一定价格是最贵的 但它的服务 一定是最好的 它把这个故事 用了什么饲料 都得告诉你 当然我不能 给它做广告 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商社 给他们提供 那个牛的饲料 嗯 那很牛的 女生那个 其实因为一般 是让男生点菜 女生就是 刚刚都说 这男生在餐桌上礼仪 但其实女的 也有餐桌礼仪的 对 就是当然 我是之前看了 日本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广告 那拍成一个MV 就是讲女生 在吃饭时候的礼仪 比如说 这个递菜单的时候 是要这样 双手 因为这样 就可以露出自己 这个血白纤细的手腕 嗨 我以为表达恭敬呢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要增进好感的话 就会对方 点了一个饮料 自己点了一个饮料 然后就会说 我尝尝你的饮料 好不好喝 然后对 看对方的时候 一定要是45度角 所以其实 我觉得男女吃饭 有时候挺无聊的 因为你根本 大家就不是这个 在吃这个菜本身 就是在这个 一些试探彼此 和拉近彼此的关系 我觉得你上次的招最管用 你最孤独 对 孤独的人我见多了 但是你才是真正的 孤独 对对对 这好用 你刚才讲那个 日本的女 我们女同胞的礼仪 其实真的在日本 一个桌上 比方说我们三个男的 一个女的 对不对 首先点的是瓶啤酒 其实我们都是喝那个扎啤 故意点瓶啤酒 然后这个女的 每个人的给男的倒酒 一个餐桌上 只要有女的 这个酒一定是女的倒的 全日本都这样 所以我们男的 在日本的服务 日本人就是 他不给自己倒酒 这个事儿 没有 就是下次给上次倒 下次给上次倒 女的给男的倒 一定是这样 不管这个女的是 你是什么样的职位 一定是女的给男的倒酒的 没有 包括清酒也是这样 从头自尾 女的是最辛苦的 我 我遭遇过一次 和一个日本同行 他 他就用英语跟我说 他说 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他最悲伤的事情就是 没有朋友 他就给我倒酒 他这是个空杯子 我刚喝一口 他又给我倒什么 没有朋友 所以没有朋友 对 你这么倒酒 我的 后来明白了 他不给自己倒酒 这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自己的酒是别人倒的 但是女的喜欢这样吗 喜欢像日本女人这样吗 我喜欢啊 我喜欢就是 我就是又不女权了 就是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是说 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讨论过年 竟然过年回家嘛 说这个女的要不要上桌 然后呢 有看有个媒体人写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被骂得很惨 他说这个女人不上桌的家族 更兴旺 就是说在他们老家吃饭 女人都是不上桌的 然后很多这个女的就骂嘛 说这个女 我们女人要争取上桌权 我们也要上桌 但是说实话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 这个 这个 尤其是亲戚的那种场合 然后 你只要上桌 因为我觉得 对男的来说 就是这个 餐桌是一个取代战争的一个 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舞台 就包括碰杯嘛 对 其实是一个取代战争的一个产物 为什么人们不打仗了 是因为人们学会请客吃饭了 但我觉得女的在这种场合 确实无法得到任何乐趣 所以我 是吗 一点乐趣都没有 所以我就 你终于把实话说出来 我还真不喜欢上桌 那如果一定要上桌 我觉得我就借助给大家服务 来降低自己的这个 必须要说话的这个存在感 我觉得挺好的 实在是因为我从 这个男人的 你知道战争取代物当中 无法获得任何乐趣 所以我这一点还挺 就一直挺不立权的 我听一位这个老作家 这个饱含感情的 就是欧哥 中国的妇女 他说 几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 他们说的最多的两个字 是什么字 不饿 这是找抽的 这个肯定要被吊打 这过去的年代 这农村里 你确实这个做母亲的 做媳妇的 都是紧着男的吃啊 食物短缺的年代 所以女的 包括姐姐妹妹 都是紧着弟弟吃 自己说的最多的就是 我不饿 我是觉得现在的 在这番桌上 拼着男的假装喝醉了 拉着手说真心话 我觉得特别烦 所以我就不喜欢这种 这种那个社交的场合 所以我一点都不爱上桌呢 是吗 不爱上桌 我不要上桌全 自动放弃上桌 你说的对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饭桌上啊 真的是 就是说男人很多时候啊 他的那种虚荣心啊 那包括那种功名欲啊 都能得到体现 就比如说 你就说这个菜单 我那天看小青也有这个研究 就是说 你看中国人的菜单 他重视的 就有某种特权意识 比如说特供 是吧 叫什么 最傻的就是 那个联合国特供 皇家特供 这个就感觉掌身份 日本菜单有这个吗 有 黄氏的有 但是真是这样 他真是给黄氏提供食品的 他才能写 他不是到处都是这种黄氏 没有 价格会供很多吗 我这个就是用用这个公众资源的名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个可能是我我我跟国外的厨师聊过 他们他也就是国外的厨师就会奇怪一件事情 一个法国的厨师 他说 他说 在我们那儿 能够把国旗印在这个厨师的服装上的 那是国家认定的 他说为什么你们所有的厨师都可以把国旗印在 都能代表国家吗 就是能代表这个国家的饮食吗 那这个确实是 他有他的职业尊严 所以大家才会尊重这个行业 因为你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并不多 你看现在二十几岁都是国家级的特叫什么 公主师 不不不叫 认定的 对对对大师 烹饪大师 特级大师 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就太儿戏了 其实我刚才说您举的那个例子 我实际上是在推荐一本书 就是叫食物与原学 那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叫任少棠他写 写的关于食物的来源的问题 就比如说很多食物我们都不知道 比方说炸鱼土豆它实际上是以前波斯的食物 都他的这个历程都非常非常的曲折 他里边就说到一个很简单的话题 关于菜单的 关于我们点菜的 他说越到顶级的餐厅 点菜越少 你可以点的菜越少 为什么呢 我就只做这几个菜 对 金 我们看见八十个菜就到现在就八十个菜 八十个菜 这肯定都是多的 不是 八十挺多的 八十 为什么 为了迎合日本人和来的中国人 但我们不敢 这个味道一直把它做精 一个红烧肉要搞六个小时 因为在我们湖南的那个火供店 火供店和毛角饭店做的毛角红烧肉 我们的厨师从来请的 结果一看一笔没有 鹿尔岛的做那个黑猪肉就做得好 我到鹿尔岛的一个五星期九天去做 然后呢 我让了他一碗红烧肉 一方块的他们叫卡布尼 我说我要带走 他不给你带 我就只有他给我一个毛巾 有个缩料带 我就塞的两块在那里 把他带到东京 研究他 要六个小时 把那个皮肠的吃的东西 然后形状还不变 红烧肉 这个你掉起研究 这个 你也 你因为在日本待的时间久了 你可以 我随便给你写好几个餐厅 都可以做 都可以让你大开眼界 没错 你看他这脸色都是红烧肉 是 就是在北京 在南京 上海 都有做这个做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包括形也非常非常棒 就是红烧肉做了六个小时以后 四四方方的 不变形状的 有这个皮是软的 跟一个肉口相容 边缘是 就是指甲 指甲 对 然后颤唯唯 是吧 对 天呐 所以我觉得像 其实明白 明白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就在这儿暴露这个秘密吧 不难 是日本厨师告诉我 我们中国厨师老想半天 没想到我们湖南招来的 我们厨师都是农民出身 你知道吗 也没读过几天书 日本人说 那你先把那个枪 把那个皮先烧掉一层 这黑的对吧 把它刮掉以后 把皮刮掉以后就红了皮 但怎么把这个肉整块去煮 煮完以后它不就硬了吗 你再去切开不就放了吗 你在这顿六个角色 它不变形状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像玩模式一样的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就是 就是国外的餐饮和中国的餐饮 其实各有场处 国外餐饮呢 外观上真的确实是 讲究更白盘 更现代一些 那中国餐饮呢 如果说调味的话 那中国的餐饮还相对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味道太多 方舟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所以我就是刚刚在想 说这个男生群女生吃饭 或者说这个点菜 就是与其说带去特别贵的 风景特别好的 特别fancy的这种餐厅 还不如说带一个隐秘的小馆 然后在这个大众点评上 甚至都没有 但是他知道哪一家 哪一个倒菜最好吃 就这个东西 其实 这个男人有料 对 就是这个 这是真正他懂吃的 就是 就是我经常被人邀请去介绍菜 就是我也不吃 人也不吃 这很苦的 而且小青讲这个食物语言学 我觉得有意思 中国人也有很多功夫 花在菜名上 对 在菜名上啊 就反映咱这历史博大精深 所以你看我这手机里 还有一段呢 这玩意有规律 说是 你比如说啊 咱说最最俗的 有说什么呢 说周星驰撒尿牛丸 这是刘嘉玲同款小笼包 潘金莲咸菜 这是一个比较俗的 还有呢 就是所谓黄气的 他就他有总结这个规律 你看这个规律是什么 就是这个菜的名字啊 乾隆 说乾隆要管运河沿线的美食 然后呢 慈禧说呢 浸闪小吃归他 当年这个慈禧太后西寿 然后呢 诸葛亮是统领西南三省 七季光负责东南沿海 苏东坡呢 一生足迹甚广 正稠逐立足哪里 还没定主意呢 屈原过来扯他一劲 湖北是我的